每一次就是说咱们你这个套餐优惠活动即将到期 一次我想着刚好我这个套餐子也到期了 我说那就办一下吧 然后还送了一个空气扎锅类似的东西 就是礼品可以自己选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电信公司的业务员 而且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几天之后一名身穿电信公司工服的人员 按约定带着合同票据找到了张女士 看到对方贴心的服务 张女士扫码预存了2000多元的花费 当时好像是从2016吧 返三年每月返 具体这个数字我好像不太敏感 就几块钱 对每个月给返 没过几天张女士收到了对方寄过来的礼品空气炸锅 至于说好的每月花费返还 她自己并没有留意 然而两个月以后 张女士偶然间到电信公司咨询其他业务时 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 问人家我说这个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套餐 电信公司说没有了 我就感觉是不对 因为说还有一个三年才能续的嘛 她这个套餐还要继续三年 我肯定还有套餐 电信说没有套餐了 电信公司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 她的花费套餐从来就没有变更过 对方的回答让张女士感到疑惑 为什么一家公司的花费套餐会出现两种说辞呢 直到她查看手机账户后才发现 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返还的花费 与此同时和张女士有着同样遭遇的王女士 也遇到了这样的套路 她在家中接到自称是电信公司业务员的电话 对方同样卖力的推销者 预存花费如数返还 还赠精美家电的充值套餐 当时就是早上有一个人打电话 跟我说就是交花费送手 能送这个礼品嘛 我说反正一个月也不多 就五十多块钱 她交三年 每个月给你翻五十六块钱 我就想着翻这个交嘛 一次性就交了三年的 两千零一十六块钱 也不多嘛 我就是刚好送空气炸锅啥 我说刚好我家里缺这个东西 就交了 交了以后就也翻了两个月 结果后面再就没翻了 一段时间以来 西安警方接到了群众不少的类似报案 办案人员来到电信公司进行情况核实 就在警方对工作人员进行询问时 对方的电话响了起来 打电话的人正是先前给张女士和王女士等人 进行推销的话务员 我们民警在对中国电信公司进行摸牌走访过程中 恰巧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接到了相似的电话 预存花费送精美礼品的电话 然后于是我们就让他约对方来到指定地点 进行业务办理 办案人员在营业厅见到了这个身着电信公司功服的男子 邵某 而邵某则声称自己做的都是合法项目 随即警方当场把邵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询问 通过对邵某的询问 还有一个上线刘某某 办案人员感觉到在邵某刘某某的背后 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专门冒充电信公司工作人员 以预缴话费为由实施诈骗的团伙 在调查中警方发现嫌疑人手机里有大量的工作群 每个群都很活跃 交流的内容却很单一 大多数是交流分享如何芯片得手的经验 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话术 随着侦查的深入 警方也查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 以及运作方式 而这个涉嫌诈骗的团伙 所针对的目标也十分明确 中老年人居多 为了让自己的骗局更加具有迷惑性 他们还对自己所伪造的身份 进行了充分的包装 拿出的这些包括单具 还有这些身着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种 专业的马甲或者是工牌 大家都无法分辨真假 专业的话术逼真的包装 令人难辨真假 优惠的套餐精美的礼品 更是令被害人一步步对骗术深信不疑 落入了涉案团伙埋下的连环套中 他们进行上边派送 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个相应的 一个精美礼品的一个诱惑 在见面以后 他们会拿出伪造的授权代理书 让客户根据自己的套餐 进行一个充值活动 经过对这些工作群深入侦查后 一个名为西安信达的科技公司 逐渐浮出水面 办案人员发现 这家打着科技公司名号的地方 实则没有什么相关的业务 这家公司实际上从事的 就是冒充电信公司工作人员 以特惠套餐 预缴化费为幌子来行骗的 该团伙层级清晰 分工明确 有组织有话术 同时呢 他们整体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 据我们就初步统计业务员 在20到30人范畴之内 他们主要工作就是 在电话引流之后 通过他们的一个推销员 以及办公室 相关支援 将这些有意愿办理 分期业务的客户 推送给他们 他们得到这些信息以后 和客户取得联系 收取客户款项 分发客户所需要的礼品 在深入侦查后 办案人员逐渐查清了 涉案团伙的具体分工和组织架构 该团伙分为四个层级 公司最底层的是业务员 第二层是业务组长 第三层是相关的业务骨干 第四层则是公司的 法人代表和股东 当有人预存了化费后 团伙中的业务员 就能够获得预存化费总额的 10%到13%的酬金 在高额报酬的趋势下 西安信达科技公司 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 资金流水高达数百万元 大部分就是他们业务员 基本都集中于我设 然后我们就是分了三批 分别带队出去 当天网红一共抓获了五个人 其中就包括三名业务员 以及两名业务骨干 业务骨干分别就是 他们的财务何某 以及他们的售后人员贾某 据犯罪嫌疑人何某 贾某等人交代 运作这个涉案团伙的主要是 犯罪嫌疑人刘某周某 而眼下的两人分别位于 长沙天津 办案人员立即部署警力 对犯罪嫌疑人刘某周某等人 展开抓捕 在抓捕刘某过程中 我们在刘某租住的一个小公寓内 将其抓获 抓获期间当时刘某身上 还随身携带了相关的委托受理书 根据刘某后续交代 其实他前往长沙 也是为了发展扩展新的领域 但是正在筹备阶段 事实上这种新型骗局 仍然是以迎头小利为诱饵 是升级版的充值送礼品骗局 在作案时 这个团伙更注重一些伪装的细节 他们会定做高仿的某电信公司 工作人员服装 达着伪造的授权书 俨然一副专业人士的样子 以此来骗取信任 警方也拆解了他们作案的关键几步 事案团伙首先通过非法渠道 获取了客户的个人信息 然后打着电信公司感恩回馈的名义 给客户拨打电话 推销优惠活动 对于有意愿参加活动的客户 他们会上门办理 上门给他们提供办理业务的这些工作人员 包括穿着也好 包括他们会给所有的客户 看他们的公牌 公牌上可能都会写明 某部某部某位某位 都是写的是通信商的这个公牌 然后再加上拿出的这些单据来 上面有章子 有这些什么说明 客户一时间看了以后 难以分辨真假 穿着以假乱真的公服 拿着正规的单据 接下来嫌疑人就开始 利用精心设计过的话术 来介绍他们的套餐业务 他们将虚构的套餐业务 说的是头头是道 他们套餐分为三档 受害人会有三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为1296元 第二个档次有1656元 第三个档次是2016元 业务员在办理业务的时候 会向被害人承诺 说每个月我们会按期 给他们分别返36元 46元 56元 分三年 共36个月返完 对于对电信业务不熟悉的被害人 听到所谓的工作人员的专业介绍 往往都会信以为真 对于我们的成分级业务可能不是这么了解 并且很多人很少去看手机上的一些信息 所以一看可能有这种业务 觉得都是在通信运营上正常的一个活动 都参与进去了 等工作人员按特定话术介绍完业务之后 如果看到被害人还在犹豫时 他们就会以赠送精美家电礼品为诱饵 再进行推销 告诉对方只要参加活动 就能马上得到价值百元的好礼 而这些礼品主打的就是两个字 实用 这些礼品都是送给那些预存化费 办理成功才会送 如果没有办理成功是不会送的 相对于就是比较吸引力比较大的 就像是扫地机器人 智能压力锅 以及电烤箱 这一块都是比较受 我们统计以后都比较受咱受害群体的喜欢 如此优惠的花费充值活动 还能得到如此实用的礼品 怎么想都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于是嫌疑人就抓住了被害人 爱占小便宜的心理 一步步诱导被害人 调入他们设定好的陷阱中 经警方调查 涉案团伙在西安范围内实施诈骗 被害人一千余人 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截至目前 涉案团伙中13人 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其中11人被批准逮捕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 三大运营商已全面启用五指花办公 如果您遇到了上门办理业务的这种情况 请您仔细鉴别 或者到就近的爷爷厅去咨询 防止落入这片团伙的圈套 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警企联动的力度 依法打击侵害企业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防害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类犯罪